百家乐三猪鹿打法分享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夜汉三猪鹿的打法 何谓三猪鹿 所谓三猪鹿 即使每三口唯一小局 第一口不打 从第二口开始打 第二口赢了 第三口也不打 如果第二口也输 那么 才打第三口 三猪鹿的表现形式一共有八种组合 比如说正式的 有庄庄庄 咸咸咸这样三口连下 全部都是一样的 如此 我们称之为正式 那么 三口组合图形为咸庄庄 庄咸咸 我们清楚看到这两个组合 咸庄庄组合的咸的后面 是与之相反的庄 庄咸咸组合图形的庄的后面 是与之相反的咸 所以 我们称之为反式 正反式组合有庄庄咸 咸咸庄 其中还有庄咸庄 咸庄咸 这个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也就是说 在三猪鹿里面 只有这八种组合形式 可以出现 不管怎么统计 就只有这八种组合形式 我们先来看看 庄庄庄 咸咸咸这两个组合图 三猪鹿是一具大陆的庄咸 以三口为一列的组合 按照水平或者垂直排列 分为正式反式和正反式 这两个组合涂装 咸咸及咸庄庄属于反式 这是三猪鹿 数列组合的八种图形 所谓正式是排列图形的第二第三个 与第一个相同 比如第一个是庄 第二第三个也是庄 反式开出的第二第三个 跟第一个完全相反 比如装鞋鞋 正反式开出的第二第三个 与第一个既有相同的 也有相反的 比如闲装鞋 装装鞋的 三猪鹿一共只有八个组合图形 就是装装装 咸咸咸 装咸咸 咸装装 装咸装 咸装咸 装咸 咸咸装 八种图形组合组成 形成了正式反式 正反式三个部分 据统计 医学派当中 这八种图形大约占到了75% 三猪鹿打反 是用两口去命中一口 三猪鹿打反 也被称为命中率约75%的打反 三猪鹿打反 三猪鹿打反 传统打反方法说明 这个传统方法打反 是用两口去活命中一口 如果前面出现了正式的组合图形 装装装或者咸咸咸 就不进行三猪鹿打反 因为正式图是长龙的雏形 万一真的是长龙 那么三猪鹿打反就会输钱 排除正式两种图形以外 其余六种图形都可以进行打反 这六种图形平均来说 会占到一个排局的75%左右 理论上迎面较大 具体打法 第一口不下注 看第一口开出的是什么 假如第一口开闲 那么 第二口就打反下注一个筹码买装 中了就停止 等待下一列 如果第二口下就输了 那么 就继续打第三口 跟第二口一样下注买装 但筹码变为两个 如果投注过程中连续两次暴露 那么就要停止下注 等待机会或者转台去寻找机会 三猪鹿打正 第一口开 第二口才开始下注 如果第一口开装 那么 第二口就打装 中了就停止 等待下一列在投注 如果第二口输了 那么 第三口还是打装 同理 如果第一口是开闲 那么 第二口就下注打闲 打中了就停止 输了就继续打第三口弦 衍生出来的打法 三猪鹿盲门打法 所谓盲门 就是前面开出了四五列都没有出现过的某种图形 我们就把它定性为盲门 在打的过程中就继续打这种图形不出现 也就是打盲门不出 无形中是缩窄作战范围 提高命中率的一种打法理念 三猪鹿打反之三口活命中一口 看到前面一列开出的示反式和正反式的六种组合图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下 开始下一列的投注 跟传统打反方法不同之处 这种用三口屈活命中一口的方法是从第一口就下注 比如看到前面开出的组合是弦装装 接下来就下注打装装弦 也就是说 第一口就打反买装一个筹码 中了就停止 等下一列再打 如果第一把不中 开出的是弦 那么第二口还是继续打反下注两个筹码打装 如果中了就停止 等下一列再投注 如果还是打不中 那么就要打第三口 前一列的第三口是装 所以第三口打的时候 也当然是继续打反买装 下注四个筹码 如此类推 引溜走人 三中路梅花庄打法 五学里梅花庄包括五行庄 三行庄等等庄部练习 梅花庄部用以对付多个对手 快而不乱 进退自立 每每走到最后一步 面对敌人 都是取主动的位置 占据有力的地形 这里所讲的三珠路梅花庄打法 是取梅花庄里的三星庄为三珠路育义 取五学梅花庄部法最后一步 面对敌人 主动支位置极占有力地形育义 而设计为三珠路打最后一口的打法 三珠路总共只有八种组合图形 其中正是庄庄庄 闲闲闲闲 在许多排矩当中开出的平均数来说 是相对最少出现的图形 所以就先简单地忽略 排除这两种图形 暂时当它不存在 逐渐缩窄下注范围 那么就是八减去二等于六 剩下的六种图形 就暂时当它是百分之一百的命中率的组合图形 那么 在这六种图形中 我们再选择其中的四种图形组合图进行投注 我们选择装装闲 闲装装装 装前闲 闲闲装 这样又排除了两种组合图形 缩窄了投注范围 现在就变成了六减去二等于四 四就变身为简单忽略后的总共组合图形 这四种组合图形暂时就代表了百分之一百命中率 那么这四个组合图形的命中率 就是四除以六等于66.66命中率 在实际投注上 如何在这所选择的四种图形中 更进一步提高命中率 因此 就得出以下三猪鹿梅花装打法 根据所选择的装装闲 闲 装装 装前闲 闲闲装 四种图形 现在我们只打这四种图形组合 同时我们只打最后的一个 也就是只打第三口 比如新的一列中 第一第二口开出了装装 那么第三口就下注打闲 如果第一第二口开出了闲装 那么 第三口我们就打装 如果这一列的第一第二口开出了装装 那么我们就打闲 如果开出了闲装 按理就要下注买装 根据资料统计 三猪鹿八种图形中 某些组合图形出现的概率较小 而有些组合图形出现的概率相对较大 三猪鹿这种打法用两口命中一口的几率约为75% 赌客需要注意的是 在赌场 是不存在能够独步天下之打法 任何打法都不是万能 打起来总是会有偏差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连续的短路 或连续的长路 有时可能会出现连续几口都不中 有时又会连中几口 赌客在赌场输赢本是平常事 赌客最要紧的是要保持一个好心态 克服贪婪与恐惧 不应一时的赢钱而沾沾自行 也不能因几把的失少而怨天怨地坏了心态 下注过程要遵循自己制定的策略原则 冷静耐心自立 保持自己下注的独立思考不受外界影响 不赌为赢